近日 据美国海军网发表文章称 中国正在研制舰载版的歼15电子战飞机 该机在定位上和美国海军已经装备的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基本一致 如果中国海军未来装备电子版歼15战机 这将是令美国海军感到忐忑不安的一件事 有居民表示 电子版歼15战机是一件事 中国海军航母战斗群的战力被增弃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军迷感到振奋了 作为歼15舰载战斗机的双座型 歼15S公开的信息相对较少 歼15S不仅是座椅数量的增加 还有不少新的变化 首先由于座椅数量增加 歼15S的起飞重量随之略有增加 但载油量和飞行能力可能略有下降 其主要用途 除了培训歼15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之外 还有改装为特种机的可能性 相较于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中国航母现在还没有装备固定翼的预警机和电子干扰机 其中前者正在研制当中 后者尚无确切的消息 而美国航母装备的EA18G电子战飞机 就是在同行战机A18F的基础上研制而来的 不仅具有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也具有一定的空战能力 歼15舰载战斗机平台 具有航程远、载弹量大、电子设备完备等特点 若改为电子干扰飞机 需要对全机供电系统、机内空间、武器挂点等进行调整 按照国外的经验 双座舰载战斗机改转为电子战飞机 前座为飞行员、后座为电子干扰操作员 而电子干扰设备以外挂为主 并可挂载反辐射导弹 根据歼15的挂载能力 至少可同时挂载4具电子干扰吊舱与两枚反辐射导弹 而根据航母舰载机的力量构成 电子干扰飞机的数量将占到固定翼飞机总量的六分之一以上 因此以歼15S为平台的电子干扰飞机 未来的发展潜力和装备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相较于美国海军已经服役的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中国歼15电子战飞机还是有很多后发优势的 歼15战机最大起飞重量超过33吨 远超美国EA-18G咆哮者 这使得歼15可以拥有更大的航程和作战半径 也可以打击更多的电子战仪器 因此中国海军歼15必将成为未来航母战斗群的中坚力量 未来的电子战飞机